大家好我是Gan 那么今天呢我有几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都供大家做参考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一些有胃痛的人 然后胃酸的人他们有帮助 那么这个胃酸药呢 它的英文名叫MMT Short Foam Short Foam是MMT 然后英文名呢是叫Magnetium Mixture Magnesium Tricylicate 没有错的话了 然后如果有胃酸的人呢 他们就可以喝一两一两汤匙 就看自己的胃酸的情况定 那么有如果说你想 因为这个是医生推荐的 那么我也喝我们也喝喝了蛮多年 然后最重要呢就是说 有胃酸的人或者是没有胃酸的人都好了 吃东西呢都要需要准时 吃东西不要说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 然后最后才来去见医生 如果说你有膝盖上的胶质的问题呢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药物叫做Vestri 没有错的话胶质比较 你的膝盖比较有胶质 就是他会产生那个胶质 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骨骼方面呢 需要吃一些骨骼的药物呢 你可以用这个Culture 啊这个呢他也是能够帮助你的那个骨骼 啊比较 比较比较紧密 然后也比较结实 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 最好先学问一些资 啊医生的一些资 啊资讯 因为可能不一样的人他有不一样的效果 那么你 这是我我所建议给大家的 然后希望大家能做一个参考 很多人都很喜欢晾衣服吧 晒衣服 那么晒衣服的人呢 通常有很多人都很喜欢把要晒 要干衣服的那个桶呢 跟那衣服呢就放放在地上吧 那么其实我这里有一个照片 有一张照片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想到的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桶呢跟衣服呢 拿起来放在那个椅子上 那么当你们要晒干衣服 要晒晒衣服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挽着腰 然后也对我们的脊椎骨呢有帮助啊 比较没那么酸也 啊然后你晒干衣服的也比较容易 很多人都很喜欢把 比较珍贵的啊一些东西呢 或者结婚的东西呢 留到一定的日子一定的时间呢 才能拿来用 其实我的看法呢 就是说当你想要用的话 你就应该把它拿来用 不要说在特定的日子呢 才拿来用 至少你用了你会觉得开心吧 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啊 觉得这个东西很很珍贵 不舍得用 那么他就希望说可能在比较特定的日子才拿来用 但是到最后呢他用不着他用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不想 让你的信用卡呢多花一些钱呢 就是尽量呢 你每个月当你要还钱的时候呢 尽量把你的银行账户呢 放在就是Auto Debit Auto Debit呢就是你每个月 会准时把你的户口呢转进你的信用卡 那么你就不会被征收额外的利息 当然你的户口呢一定要有存款啊 一定要有数额在里头 这个方法呢是我们在啊生活近的呢 啊然后我父亲在身前的时候教我的 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脚啊 如果你这样子用不的话也不能 一定要把你的脚翻开 然后你要把做一个比较坚固的 稳固的一个绳子呢 你就需要先绑个结 绑了个结之后呢 你就将这个绳子呢拉开两遍 好变这样子 之后呢你就这样子放一个人字旁 然后你就这样子转 你可以这样子 但是之前呢你一定要有一些水分 啊你可以用勾水啊 啊这样子 然后当你在外面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照顾这么清洁的 所以呢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你看如果你没有水分的话 是弄不到一定的水分 你就这样子放一个结啊 然后 当你把这样子 转了之后呢 他就会形成这样子了 啊这样子的绳子呢 就会比较稳固一些 那么你可以多多做脊椎 然后呢好了之后呢 这样子 这样子 要比较坚固 然后就再绑一个结 好这样子 那么就好了 这个是圣火镜 如果说你有一些衣服或者裤子呢 有破洞呢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补救 就是我们先缝一些小洞 那么你就先在这里打个结 打个结之后呢 这是比如说这是一张纸 好我们就在这里 插上去 这是第一个步骤 然后在同样的地方呢 你再插进去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在这里就是绕一个圈 再套上去 拉 那么他就会 把这个地方 弄得坚固 然后再 套上一个 绳子 好这样子拉 好这样子拉 拉 拉 那之后呢 他就比较坚固 然后呢 在第二个地方 这样子插进去 然后同样的 绕起来 好 你可以绕两次 好 那么他就比较坚固了 好 那么你每一个坚呢 每一个坚呢 他都有 打一个时间吧 那么 他的这个地方呢 就会比较坚固 你可以这样子 先拉起来 然后 再套一个时间 或者套两个时间都可以 只要他的 这个地方是坚固的 那么 你所看到的呢 他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好 每一个每个地方呢 他都是 这样子 啊 所以 他的绳子也比较坚固啊 你的那个裤子呢 或者衣服呢 比较不容易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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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